好 就整理资料 来 我再加一栏好不好 好 假设了 我想加一栏叫做性别男生跟女生 OK 那这一栏是我本来就没有的资料 我要教你们如何提资料 好 来 假设老师这边加一栏哦 右键插入 性别 好 例如说 假设性别它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牵涉任何的政治议题 我们就是男跟女 OK 如果我现在想要呈现男生跟女生 那这边是要打字 打男跟女 对不对 好 那没有问题 反正就是打字而已 那打字的时候 因为你打就是男生跟女生 如果你都用自己打的 假设都用自己打的 它会产生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空白界 有时候会不小心把空白打进去 而你没有注意到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用复制跟贴上 肯定也不是非常好 老师教你们在提资料的时候 可以自行制作下拉式清单 下拉式清单 OK 假设说有部门 像这种部门的东西 以后你就可以用下拉的方式来填资料 不一定要自己打资料 知道我的意思吗 下拉 好 下拉式清单有两种做法 做法一样啦 但是有个东西我想解释一下下 好 我要做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就是希望以后这个表啊 别人在填这个纸的时候 它的纸的内容是固定的 对吧 固定的 我只要选就好 我不要用打的 这样就可以确保我的资料的正确性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像有些部门啊 然后直等啊 有没有 男生女生啊 这种是固定式的资料 就不会说有比较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下拉 那做成下拉有两种 一种是资料项目少 资料项目多 OK 什么样资料项目少 像例如说男女 我就两个 对不对 资料项目算很少 好 那我们先讲哦 资料项目多是什么 项目多的意思是请你把项目 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 透过一张新的工作表来呈现项目 例如说 假设 假设 来 我这边下方啊 这下面是叫工作表 老师想要在工作表 一个位置改名字 因为是我的原始资料 所以我希望它改成原始资料 来 宽两下哦 宽两下就好 可以改字 原始资料 这可以打字 好 这个点 2跟3是空的 来 假设工作表2 例如说 假设 学历 比如说 学历它真的是比较多项目的 好 那我这边就可以打 例如大到小假设 可能博士 硕士 学士 假设这样 然后专科 以此类等等之类 它这边很多项目 很多项目 我可以把它打成一张表单 好处是什么 来 回到原始资料 假设 我们先放学历 对 我这边如果多一个学历的时候 好 我先做 等一下我们要做的下拉功能 它在哪里 它一样在资料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 好 好 然后资料验证的话 这个 这叫目的地 我希望人家可以下拉的那个目的地 制作下拉清单的位置 叫目的地 所以资料验证要卸在功能下来这儿 下在目的地的位置 好 有一个东西叫资料来源 我的那个 像人家下拉的东西在哪里 就叫资料来源 好 它叫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是谁 学历这样表 看到你懂吗 你先搞懂 谁是目的地 谁是资料来源 目的地要做资料验证 让我们可以去下拉的地方用的 目的地是资料验证 OK吗 好 先懂喔 OK 来 当你项目多的 你就做成一张表单 所以这时候 我只要把学历框起来 我要让人家下拉的栏位 我先框起来 那如果啦 如果我 如果你跟我说 老师我全部都要 以后 如果资料要继续增加的时候 不是要多一点会比较好吗 好 那你也可以全学 没有关系 或者你先做到这里 之后如果要增加的时候 用填满的 他可以填满喔 他可以填满 那来 我们等下用填满的方式这样 我先做三格就好 我先做三格 好 来 我把这三格选起来 到上面的资料验证 所以功能要下载目的地 功能要下载目的地 因为最容易错乱 就是来源跟目的地搞不清楚 好 所以资料验证下载目的地 来 点他 进来之后来这个 进到资料验证后来 下方这里喔 资料验证的准则是什么 储存格内允许 允许什么呢 来下拉清单 资料验证的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在限定你的这个格子 可以打什么 我这个格子可以打日期 我这个格子可以打文字 我这个格子可以打数值 对吧 限制我这个储存格 可以输入什么东西 那姐老师意思吗 好 这叫资料验证 那老师现在把它改成的是 我希望他打的是清单 好清单喔 来 来源是谁 同学 对 是不是要点学历的这一区 看得懂吗 学历 学历公处表 惊叹号是风格符号 后面是A1到A4 就是A1到A4 看得懂吗 确定 好了 来 你看这 以后啦 学历啊 不要人家打字了 点的时候可以选 了解吗 听不听得懂 嘿 好 然后我这里是不是做了三格 我第四格是不是没有做 来 如果你后面要延伸什么 不然有时候资料会增加 会有新人来 不用重做 你看喔 上面这一格 是不是已经有做资料验证的 但是你要记得不要有资料 空空倒 贴满 你看就有了 看到 可是如果你有资料了 你填 你会连资料一起填下来 知道我的意思 好 副议员 所以你要用空格 空格填 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忘记做的话 没有做到满 或是说有新人进来 就把上面这个人填下来 这样就好了 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就算有资料也没关系 假设有资料 你把它填下来 再换就好 看得懂吗 再换就好 都是可以延续使用的 所以这个功能叫资料验证 先听懂资料验证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方法老师介绍的是 项目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你项目比较多 你要把项目放在一个工作表 因为它多嘛 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可是男女好尴尬 男女那么少 这么少放在一帮表好诡异喔 男女的这张表叫男女嘛 性别 是不是有点偷贼 这样子有点浪费 好所以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不给表了 直接打死 写死 写死在里面 如果你给表的好处是 假设 假设 我这个资料要改 比如说什么博士 博士候选人 假设啦 好 我有改资料 我还没毕业的 来我们回来看 这里你下拉 他就变我们是候选人 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透过这个来源嘛 你来源做了调整 他马上会改 好 甚至于如果你的资料 多了一个新的项目 再来是什么 高中值吧 对 对这样好 假设这样 好 我就到5了 A5 A5的话 你看这里喔 这里的话 我们当初是指到4而已 记不记得 所以这时候你再把它反白 好 然后到资料验证 好 刚刚原本是A1到A4而已 你现在多了一个新的喔 要不要进来 要 这就要到5 看得懂吗 范围不对嘛 因为范围要累加要进来 看得懂喔 对你要增加人喔 增加 那有学生跟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 我不要改区域 我直接诊栏 听懂我的意思吗 可以喔 但是来确定喔 可以诊栏啦 你看 可以诊栏 好处是什么 对 高中指教也讲 国中吗 国中 没有人带幼稚园了吧 我没有看过表单 好了 假设假设好不好 因为我要资料啊 来啊 看一下看一下 你看 不高喔 不高喔 来各位记起来 资料验证来源 如果在另外一张工作表 以事有的版本 请从2010开始起跳 如果你不是2010的同学 做不出来 要换别的方法 复杂多了 那我不想教 太复杂了 所以升级吧 没有啦 这样我听吗 天的老房 目前我一直可以好 所以这是表单 可我们现在刚讲的男生女生 男女就男女啊 你还会有第三个性别出现吗 假设不会 假设不会的情况之下 我为了他给一张表 那不是诡异吗 对不对 所以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我多一个就好了 我做几个 等下再延伸 好 一样到资料验证 这个时候我是没有来源的 对不对 用打灯 我是刚刚又要忘记了 好 我看是不是逗点 还是分号 我先这样看 就听 先降掉 等一下 OK 好 等一下 这改一下 先不要操喔 因为我很久没用它了 我想一下 逗点 就是要打的就对了 要打的 OK 来打 对 不要等于哦 刚刚有等于 不要等于哦 直接这样打 就是男逗点女逗点 不想说 OK吗 逗点 你猜 OK吗 我先打了四个 OK吗 四个 要假假假 假设性的 有一些那个男位可以用 确定 四个 听到罗西斯吗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我没有来源给他参考 我自己打 会不会 好 所以这里有两种 老师讲是这个 就一个是写死 所以写死的那一个栏位啊 那个栏位里面 就记得项目跟项目之间 逗点隔开 如果有第三项 就是直接写 最后结束不要再有了 最后结束不要再有了 知道我的意思哦 你就是项目跟项目隔开 这样就好了 不要等于哦 不要等于哦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下单清单的话是 资料验证 记得哦 资料验证 好让他有分成写死的跟少的 你们自己都要做一下 好不好 自己做一个新的学历 自己选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去加一个学历 然后再加一个性别 好吧 这个自己来 OK 这比较多一点点哦 可能要研究一下 然后下方 工作表感觉原始资料 以色列档可以自己存一下下哦 存档应该可以啦 我就不讲了 多的跟那个斜死的都要练一次 练一次哦 两个都要练过一次哦